英国现在他要求欧盟什么呢 这么几条 主要冲突点这个 在政治上呢 有一点 就是欧盟的立法呀 它拥有的权利 往往凌驾在欧盟成员国的议会之上 就比方说欧盟定格法律 欧盟各国必须执行 我们知道英国在政治体制上 是世界上最早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 英国的议会呢 是决定英国大事小型的 可是问题是 有欧盟这个法院在上面 欧盟的立法机构在上面 英国这议会就变得 对英国的影响力没那么大了 所以英国的普遍的认知是什么呢 要限制欧盟立法对这个英国的影响 我们英国本土 应该按照英国议会的立法才为准 不按你这来 可是加入欧盟呢 你还要遵从欧盟这些条例 所以这方面就形成了很大的冲突 就使英国人一直遵从的议会民主制 受到了威胁 这极大程度的 对英国的这种历史自豪感 产生了影响 所以这是政治上 那么我们再看经济上 经济上呢 英国呢 是非常想利用欧盟的这个统一市场 来打开自己的市场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英国和海外的贸易 你比方说和中国和美国这个贸易 它必须受欧盟的制约 得由欧盟统一安排 所以这样英国就觉得 自己的利益被欧盟绑架了 再一个伦敦 在世界上是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金融城市 而欧盟 它搞这种经济一体化 会削弱英国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也是英国人担心 所以这是经济上和欧盟对立 再一个眼前最直接的利益 也最复杂的问题 移民问题 就虽然说你拿着欧盟的这些国家的护照 你不能够自由的进入英国境内 但是这只是局限在欧盟以外的国家 你比方中国人 我拿着这个法国的护照 我进入不了这个英国 他不执行深根计划 但是呢 法国人 德国人 比利时人 荷兰人 就这些欧盟国家成员国的公民 他可以自由的进入英国国内 所以他可以自由的移民 这点英国就很难容忍 因为英国公认的福利国家 福利非常高 你来这么多移民享受我的福利 那本国老百姓的福利势必会下降 而且这些人来了打工 会抢掉英国中下层 劳动人民的就业机会 所以这个事情 使英国中下阶层的人非常不满 就为什么 这个保守党获得支持 就是英国中下层的劳动群众 一看说你保守党说脱离欧盟 那就没有那么多人跑到我们国家了 来跟我抢就业机会 来分担我的福利 所以这是对英国政客 非常迫切的一个现实利益 它要反映英国民众的要求 所以这是从政治 经济 军事 移民 司法 五个层面 现在英国和欧盟之间 存在着很大的冲突 所以这也是英国要在2017年 年底之前 要展开全民共同 我要撤出了 那么最后能不能撤出呢 咱跟大伙说实在的 英国闹着一出 无非是主动和欧盟谈判的 欧盟不接受 就说我们的经济啊 这个服务啊 还有这个移民等等啊 这是欧盟的一个底线 而且英国现在呢 你条件好一点 你也得承担更多任务 英国说 我退出 因为这一退出呢 其实如果真要是退出了 两败俱赏 英国失去了庞大的立场 因为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他会失去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英国肯定是在这方面受到很大打击 在经济方面 那同时对于欧盟来说 这也是很大损失 因为英国是连岸国常人理事国 如果英国这么退出了 对欧盟整个扩展世界范围的影响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所以如果说真要退出了 双方两败俱赏 谁也不希望看到 所以英国闹着一下子 他是为了实现他的利益 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 我们经常说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 而闹是促成谈判的一种艺术 对欧盟整个扩展世界范围的影响 对欧盟整个扩展世界范围的影响